盘点格斗圈的那些搞笑趣事 总有一个能让你开怀大笑 第一个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的对视环节中 本来应该是左转面朝对手 然而帕哥却情不自禁的转向右边 很快他发现不对劲才转了回去 这一幕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这位黑人选手在面对一位高个子时 对方竟然选择无视他嘲讽他的身高 他瞬间感到了屈辱 于是鹿从旁边搬了一根椅子 心想这回你看得到我不 在一场pride比赛中 当裁判向两位选手介绍规则时 蓝方选手昆顿吉克逊漫步惊心的从兜里掏出一张黄牌 这一掏竟给裁判吓了一跳 这是骨头穷丝与大力金刚拳剪中哥的对视 两人瞬间动起手来直接将白大拿吓成了红大拿 然而双方很快笑场 原来是场闹剧 这给总裁吓得头都红了 与那些凶神恶煞剑拔弩张的气氛相比 这位哥们就显得特别有意思 在对视环节中他从来不会表现出任何敌意 不是拿出相机拍个照 就是和对手喝个交杯饮料 甚至还特意为对手准备了鲜花 一次一个样绝对不重复 驱逐界帕奎尔又来了 这一次帕哥又又又笑场了 擂台上他是勇猛的拳手 擂台下他是有趣的灵魂 在场的人又被他逗乐了 说到搞怪 一定少不了这位黑人选手 格斗是一项既残酷又暴力的运动 但参与这些运动的人并不一定都是冷酷暴力的 其实有趣的灵魂无处不在 做人嘛 开心最重要 何必搞得那么严肃